好的這個我必須要說 活以現代的策略 比我們一開始 比如我們時代力量 在找到這些名單之前 對就是你們人先介入的 當然啦我必須要說 其實是有吹哨哲啦 他告訴我們一個方向 然後我們就開始用人肉方法 去找這些集團裡面 有名有姓的人 然後去對 剛好被對出來 分兩天總共捐53比 2018年 2022年是在大概六天之內 57比 每個人都捐最大上限 當然他們可以講 強調不約而同佛心來著 一起發願剛好都是最大上限 可是重點就是騙誰啊 一般人不會相信嘛 那實際上我們會得到這個 就是內部他們有覺得 就是這個也太誇張 而且我們明天還會再打一個 也是類似集團的一個 也是打猴嗎 對也是打猴友宜的一筆捐贈 所以實際上這種案子 不是只有一例 那如果我們去講這個 他大概可以說 哇一切合法如有不法 歡迎檢舉 是 你先告 調查23天你是能調查出來一個什麼 好他當然可以用這個戰鬥去講 可是我們這邊有這樣子的資料 我相信民進黨那邊 也會有其他的爆料 其他各式各樣案子 那再搭配賴靜德 現在想要訴求的主軸 就是你打我土地 我也打你土地 如果我自己沉下去 當然很難看 要嘛就大家一起下去 好賴的方法就是這個樣子的時候 那當然他拉你下來力道一定很強 當然大家可以看到其實包括像這個 就是大群管的那個 他是迷朗主力部隊出來打的 但是呢 這樣柯文哲的就是媒體人出手 其實就其實像斯剛剛剛的態度很像 柯文哲我們就不要主力部隊直接去推 我們就側翼部隊 大家用媒體人去蓋這樣子 為什麼 因為柯文哲的票最後的走向 真的會影響大選最後的走向 然後他把柯文哲的裝備 不是農裝他的農地被打成這樣 其實內心可能會蠻高興 民進黨啊 如果走漢情用力打 把柯文哲打下去了 柯粉火了 搞不定會偷給郭文哲 可是他沒有閒著啊 民進黨沒有閒著 對於柯文對侯友宜 包括那個凱旋 侯友宜就是正面不準 而且還把那個什麼租金從幾 什麼賬幾倍 全部都算得很清楚 然後網軍也在網路上鋪 就是說每年固定漲4%還是多少 就是真是這種錢你要賺 好都算得清清楚楚為什麼 侯友大家可以強調一切合法 正常理財投資來自於傾家 他跟講說就已經委託什麼 有點類似物業管理去做 對他都告訴你 但是打這個是做什麼 避免年輕選票往侯友去 因為他為什麼直接給他命名 剝皮療呢 就剝年輕人的皮嘛 剝學生的皮 他都已經戰略想 那個相對剝偷感 就已經想好了 同樣的侯友宜也不是笨人 他也是咬民進黨的辯論會 第一節的時候 幾乎都在馬來清 台獨啊什麼的 這一個我認為大家現在的策略 很明顯就是賴漢侯就是鎖定互搖 我們一起把民調推高 那你去鞏固你藍營的既有支持者 我去衝出我綠營對你的那種 強烈的反感 最後面雙方反感一動員 那也許就把柯文哲自然拋棄掉 所以我想現在的戰略都很明確 但是重點是 後續的子彈有多少 就我瞭解民進黨這邊子彈蠻多 但是如果侯友宜 還是只能講台獨的話 可能力道會比較不夠 因為我們要打的就是相對剝毒感 這一塊嗎 尤其在什麼 你們用剝皮療啊 這些事情 然後把那個租金算幾倍 這些東西 就是刻意要塑造 因為當侯友提出一千五百萬 那麼後康貸啊 類似這些 是要凸顯這件事嗎 如果你是雙重標準的話 那你想要用參選的證件 以後要用國家的銀行 包含說他那一千五百萬的核康貸什麼 到最後還特別照上康貸特別註記 這個以後銀行要配合 那你把你把這個系統性的風險 拉到國家的制度的話 然後你要去做給年輕人 那是你的證件沒有關係 我們可以提示說 以後會有什麼可能有什麼問題 但是你自己對文化大學 你自己對文化大學的學生 你感覺長期就說我合法啦 但是他在想法 任何人都會知道說 他把切割成九十九個門牌 後來變成一百零三個 都會知道說 這是閃法律漏洞的限值十萬 那個限值十萬一定是不止嘛 你要像馬文居說 問題是十萬的 大家不合常理的狀況 你要把那個合法結稅 結到最後一滴 但是你要在賺錢上面 你要撈到最後一滴 那你有什麼資格去講說 你拿國家資源去照顧年輕人 你自己都沒有風險 然後風險都在都都 都在年輕人身上 都在國庫裡面 這是不合理的 那你要知道 我剛才講一次 今天侯友宜可以說 因為他一百零三戶 的確是有市場機制上面 有相當大的價格決定權 他如果今天率先降價 大家都在講嘛 說漲了五倍 從一個學期 一個學期一萬八 現在變成一個學期九萬塊 一個月一萬八 如果你降兩千就好不多 比例上是很低的 其他文化大學周邊 他也要降價 你至少就市場機制上 不要賺這麼多 不要賺那麼多喔 不是說我賠那麼多 我也沒要你捐喔 你用市場機制說 我就是有這個辦法 以後我當總統 我以後就用市場機制 讓台灣房市大降價 租金大降價 這不是美式一樁嗎 也賣啦 他現在就是我們大的財產 選這個選舉 不用做到這樣 所以我說選舉 其實是看人格 剛才兩位在講 也是說賴清德 你的人格 其實你的財產 你錯了啦 OK啊 你要質疑這個沒有關係 大家就在評論這個 柯文哲是死不認錯 而且他在特定農業區上面 他拿出來的時候 不足以解釋那個證據 然後侯友宜是 他只要能賺的 先趕快在法律上面 未成年子女 我太太怎麼弄到一堆 但是他每一滴都要賺飽 這個就是侯友宜的個性 現在在講的是人品跟人格的問題 對於是